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柳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陕西有名的杨林蘸水面的家庭做法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和面,我今天用的是高筋面粉 加入水,和面的时候水一点一点往进加 其实做这个扯面大部分用的是普通面粉 面和好了,盖住醒一个小时左右 面团醒好了 把面团揉一揉,分成两等份 再单独把面团揉成长条状 然后分成几个同样大小的小面团 在这个容器底部刷层油 把小面团再搓成长条状,放容器里面 在上面刷层油,用保鲜膜封住,饧半个小时左右 取个空碗,把倒好的蒜泥倒碗里 加红辣椒面 五香粉,白芝麻 最后泼上热好的油 搅一搅,这个酸辣椒就做好了 整备几个西红柿,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碗里打三个鸡蛋,加少许的水把鸡蛋打散 锅里油热后,把鸡蛋液倒进去炒一下 炒好后,把鸡蛋捞出,在碗里备热 再把切好的葱花倒进油锅里爆香 然后加入西红柿炒出汁 加一勺盐,适量的生抽,一勺13香 把西红柿炒出水分后,加入适量的水 用锅里汤汁烧滚后,加入适量的陈醋和一勺鸡精 最后倒入刚才炒的鸡蛋搅一搅 咱们这个西红柿汁就做好了 把这个面团用手按一按,再用擀麦杖,擀一擀 稍微拉长一点 这块如果是经常做扯面的话,直接拉长就可以了 对于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再加上后面这个步驻 包拧一次成功 放在案板上再醒10分钟左右 现在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拉这个扯面呢,特别的容易 而且咱们用的是高筋粉,不容易断 现在呢,放锅里开始煮了 锅里加入芹菜叶 面煮好后捞在碗里 再加点面汤进去 然后拎取一个小碗,舀西红柿汁 再加鞋前面做好的蒜辣子 这里呢,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用加 看看这个紫的面 特别的长,特别的筋道 把面放在这个西红柿汁碗里蘸着吃 这个蘸水面就做好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喜欢我的视频,请您关注分享下 让更多喜欢美食的朋友学会 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见